你看上一场比赛 大比分战胜的浙江 球队的头号本土得分手 固权是上了30多分钟 13比10 第一个半截即将打完 从第一个半截的情况来看 两队球队还是要冰防守 得分并不高 相对于CBA这种标准 王傲林俊杰连攻两次 分别是在左侧 一个强攻篮下的假冲座之后的上篮得分 以及一个漂亮的干拔三中 林俊杰今年确实又是一个爆发者 表现非常的舒服 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 都是站出来力挺球队 然后霸宁魏洛又来了 人杀三枪 这个球应该是一个彩线的两分 是这样 是这个球是三分钟 刚才是一个彩线 刚才是13比12的时候 他又来一个三分 漂亮 这个就是公馆今年的一个问题 他在攻手转换连接的过程中 因为张凯 或者李莫豪总有一个人在场上 但是他们在攻手转换的一动往往受限 包括这个 李莫豪他们这么停脸 顺帽的重视程度 也受到一些影响 另外呢 公馆长期以来在这个小外的 竞争资源分配方面 最球也太难了 哇哦 林志杰还有这个几分 对 我们知道这个固权是 这几天啊 状态是什么 无死之差 这场比赛是由李源春和金超 与大家共同来分享比赛 下半场比赛的人员使用 林志杰后射铺 两分 这种球难度确实非常大 但是霍尔曼还是在地奥虎的头顶 把篮板给摘下来 篮板球确实进行寡判斩占预 这个连贯动作 2加1 16分 两个助攻 就是林志杰 连续的侧位防守 对 防守影响太大 准备要前防守 没有成功 这样的话抢一步 看林志杰 抽身三分 有了 可以传了 没有给 布朗还是选择自己来 自己往人多里撒 结果丢了 这个一进一出 你就赔大了 本来你是一个很好的 快下的机会 这是刚才 很漂亮的一个倒球 用原车的话说 今天布朗是个黄游手 动管队在外园的引进上 也有所侧重 包括一些老队员 像球标这些老队员 都去了其他球队 就是为了给他们传空间 哦 林志杰漂亮 哦 林志杰 好 林志杰漂亮 好 林志杰漂亮 好 林志杰漂亮